大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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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铃怎么样了 你躺好 医生说你不能太激动 赶快躺下 我想去见大铃 大铃早走了 我想他应该回家了吧 大铃辛苦了这么久 结果是一场空 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啊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 不至于这么脆弱 你躺下休息 身体比较要紧 盛儿 我在里面的四年 每天都在想你 除了吃饭睡觉呼吸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想着你 浅济 我真的想去见他 你好好休息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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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 一个个无精打采的 没电了 哎 哎 哥 你不是考试去了吗 怎么跨采了 哎 这 她怎么这个德性啊她 哎 你背着包干嘛去啊 哎 姐呢 姐呢 姐 姐 我们来看你了 姐 你们都来了 太好了 姐 姐 我不要你生病 我也不喜欢生病 姐 这个呀 是我们用零花钱去买的 谢谢你 小军 谢谢小明 大康 姐 我没零花钱 这是我最舍不得吃的奶糖 给姐吃的 小妹对姐最好了 那当然啦 姐 你不在的时候啊 小妹可是偷偷管你叫妈妈的 对小妹来说啊 姐是又当姐 又当妈 对吧 哎 小明 这次你考得怎么样啊 姐 对不起 我 这次没考好 这次没考好 没关系啊 我们再复习 再参加高考 好吧 我答应姐 听解的 我们叶家 一定会出大学生的 一定会 大林怎么没来看我呀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你们都是些什么表情啊 我真是不甘心 明明我能考上大学 可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 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姐 都是黑皮那个混蛋干的 其实你说的我也知道 所以在医院 我一跟我姐吵完架我就后悔了 可不管怎么说 我姐是有责任的 要不然 黑皮也不会找我麻烦 所以我不想回家了 看见她就心烦 对了 蔡霞 谢谢你替我付了房费 你放心吧 等我找到工作 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 跟我还说什么戏啊 拿我当外人啊 我真的没用 这次没考上大学 你爸一定不会同意 我们的婚事的 所以 所以以后你别来找我 我配不上你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傻话呢 我就是想嫁给你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大林 我喜欢你 是因为你这个人 跟你做什么工作 上不上大学没有关系 从我一开始见到你 我就知道你是我想要的人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在想啊 我妈没结婚 不能这样 这都两点多了 菜侠怎么还不回来 就从来没有这么晚回来过 高考刚刚结束 这菜侠肯定又跟叶大林去鬼混了 你别乱说 菜侠做事是有分寸的 有分寸有分寸 有分寸 早就嫁给高小心了 还轮到叶大林吗 菜侠 你怕去洗澡了 你就吃点吧 你和大林的事情 我一直都是支持的 绝食这样的事 就留着吓唬你爸爸 一会儿呢 我才帮你去游说他 你和大林啊都五年了 要不是你爸从中拦着 你和大林早就结婚了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那你说了 他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不同意啊 不同意我就跟他闹 你放心 妈是站在你这边的 天下哪有母亲 不顾忌自己女儿幸福的呢 谢谢妈 快吃点啊 慢点吃 别噎着了 好 我看啊 大林这个孩子也挺可怜的 辛辛苦苦复习了好几个月时间 就因为被流氓报复而错过了考试 要不是出了这个意外 说不定啊 他已经考上大学了 行了 你别再替他说话了 彩霞他跟我说了 他说非大林不嫁 否则他要到外面去做尼姑了 这个傻闺女 她是要把我活活的气死 事已至此 我们就随了他们的心愿吧 你再给彩霞介绍对象也不合适 再说大林这小子还不错 非常爱我们家彩霞 我们俩何必在这儿棒打鸳鸯呢 真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她越难管哪 你说你让彩霞跟着她 这能幸福吗 再说了 我那时候比她强多了 至少也没让你饿肚子吧 你给大林介绍个工作不就得了吗 刘文丽同志 我再一次严重地警告你 以后你不要打着我的名号 来给大林找工作 你会犯严重错误的 你这个老古董 给自家人帮点忙 你这上纲上线的 什么意思啊 好了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也赶紧回去睡觉吧 我们都四年都没见了 让我都陪陪你吧 对了 你跟魏新泽那小子 感情竞争还顺利吗 能别深更半夜的 谈这事吗 人家新泽现在是研究生了 学业很重 前途无量 我要赚钱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两个 才没有工夫去谈青春爱呢 人家都说不能对爱情百依百善 所以大家呢 都心口不一的 明明呢 很想 还硬要逼着自己说不想 明明很难过 然后 还要跟自己说不在乎 明明就不顺利 还要说没工夫 什么意思啊你 你挤兑我 对不起啊 我也不想 就这样子 看穿你在想什么 对了 问你啊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或者你只能活到明天的话 那你会做什么啊 吃饭工作睡觉 还不是跟往常一样 那你就不想问问我 你 你肯定会疯狂一把 把这辈子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都做一遍 你还是挺了解我的吧 我是谁啊 我是你多年的朋友 你的那家小舅舅我还能不知道啊 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好了 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 我睡觉了 哦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我只要确定 我是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真的慢慢懂吗 你一天到晚打听人家消息 你看上人家了 千万别这么庸俗啊 纯粹就是审美 优秀 关关居鸠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千俊兄 咱们来场公平竞争怎么样 什么公平竞争 叶春儿啊 我跟你说 人家已经有心上人了 再说我们现在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生意给弄好 雁头 你现在也没事 还是一样跟着我干 有我吃的就饿我死你 好 好啊 哥 好 至于老猫啊 千俊哥 你回来了我特别开心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还是那句话 把生意给做好 治好家业 知道吗 是 也是时候成家立业了 来 哎 千俊哥 你把我织温州去 自个儿留在这儿 这不摆明了下 趁我不在 你要对初二下手了吗 你放心吧你 我会等你回来的 两个礼拜 跟着哥好好混啊 哥哥带你去战斗 这谁是你马仔呀这是 咋啦 得心 去吧 走了哥 小齐 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来逛逛 顺便找找商机 这是你家的店 是啊 虽然不这么大 但卖衣服足够了 怎么 你也准备在附近开店呢 隔壁那家是我的 那个呀 隔壁位置不好 对面就是竞争对手啊 那又怎么样 前两天还听到 你们两家的店员在吵架 说是你们家的那个 围巾一条卖八块吧 对面一条卖七块吧 你要小心哪 他跟你打价格战 是要吃着你啊 对面那家也是我的 什么 行了 不说这些了 你哪天有时间 我请你吃饭 哪有女人请男人吃饭的道理啊 要请也是我请你 顺便给你讨价一下 好啊 前妾 前妾 爸 叔叔好 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为什么不回家住 住旅店呢 对不起啊 爸 本来 我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要不是老猫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你回来呢 我是突然发现 没有脸见你 总是要混个名堂出来啊 爸 你别担心 我已经长大了 爸知道你长大了 爸还知道 你这几年在监狱里没有成沦 反而挺要求上纪 还缺了不少文化知识 爸心里高兴 我这个人哪还懂点实账 现如今这社会 国家的政治环境 还是比较宽松开放的 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经济上是百费但行啊 干什么都是在高速上升期 你要是把路走正 这广阔天地 你定能有所作为 好 爸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回家的 到时候我给你赚很多钱回家 爸不在乎你挣很多钱 可是时代变了 这是一个赚钱的年代 我不想落后 嗯 埃德 今天下午在大街上 和你聊得挺热乎的姑娘是谁啊 你说聂小琪啊 她是你朋友 算是吧 省城认识的 她在市场里面也开店 有时间你请她到家里吃饭 吃饭 为什么要请她吃饭啊 不为什么 爸 我求你别多想了 拜托 你小子 是 谁啊 大林 我是采霞妈妈 阿姨 快请进 我就不进来了 待会儿儿要去单位 明天是星期六 明天中午你有空吗 到家里来吃个饭啊 有空有空 好的 那你就记得来啊 好 大林呐 大林呐 你说你考不上大学 我都不怪你 可你怎么能够跟我女儿 你说吧 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娶彩霞 你 你 你凭什么娶我家闺女呀 你有工作吗 你有工作吗 你有经济条件吗 那彩霞跟着你 那日子怎么过呀 再说了 你们要是再生个孩子 那三个人就喝西北风啊 叔叔 叔叔 我爸死得早 家里都靠我姐一个人 所以我们家很穷 跟你们没法比 我知道 你们呀 你们呀 就当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是叔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工作 努力赚钱 不会让彩霞受苦的 我有这个信心 也有这个能力 叔叔 我真的很爱很爱彩霞 这辈子非他不娶 你们就放心把他交给我 我一定会给他幸福的 大灵啊 你说了这么多 我给你做饭去 叔 你也来帮忙 走啊 走了 蔡霞 怎么回事 大灵这孩子啊 挺真诚的 你就别再为难他了 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他呀 真可笑 我们单位啊 恰好需要一个文字工作者 大灵文章写得不错 我可以让他去试试吧 打住 上次 你为他找的那个国营单位 已经弄得我好没面子了 现在 你又想把他弄到机关单位去 你 我说你呀 你就不怕我那个乌纱帽 哪天被人摘下来了 这叫举贤不避亲嘛 大灵的才华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写给彩霞的那些信 你又不是没看到过 这能是一样吗 这怎么就不是一样的 大灵现在是我们家的姑爷 帮自家人的这点忙 你这个人记记歪歪 我不管啊 明天我就找我们领导说去 不过你放心 保证没有人说你闲话 先让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我带你进去看看 咱们这个科是局里最大的一个科 任务比较多 业务比较繁杂 你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尽快把业务熟悉起来 投入到祖国的建筑洞区 放心吧 怎么样 新的工作环境还适应吗 我来吧 有点不适应 不过你放心吧 我呀一定会干好的 对了 彩霞 这次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了 都是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不过你真得好好干 做出一番成绩 我爸我妈可是豁了老脸了 如果你是个动量呢 她面子上也有光 来 吃饭吧 我还真的有好多东西要学呢 你还得好好学学 怎么做个好丈夫 来 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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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等到时间长了吧 是 看什么看 没见过帅哥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一身从上到下 都是日本最新款 日本的电影明星高苍剑穿什么 我就穿什么 扁头这两天 就押抑车的服装过来 你特地从温州赶过来 就为家冲儿出院啊 那可不 这次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还带了花啊 这花是 省手买的 进口的 贵着呢 花钱买这东西 不值吧 这年头啊 像你这样 扣扣缩缩又不解风情 且自命清高的男人 越来越多 所以女人们收到鲜花的机会 就越来越少 我估计春儿这样的姑娘 就没人给她送过花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的哦 我跟春儿相见很晚 她许多的第一次 我都没办法参与 这第一次收到康乃金 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来来 兄弟 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这招不管用的 它可是叶春儿 你拿这个花去送送那小旗 还差不多 咱们俩走着瞧 花 给我看看 不 小气什么 我又不抢你的 别给我弄坏了啊 小心点 漂亮 你干嘛呢 办错了 乡下人不太会用电梯 胡贤金 看你快还是电梯快 来 算了我算了啊 你慢着啊 你干什么 跑这么急干嘛 送给你的 抗奶金 净花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 没有 这是艾伦叫我的 说老外流行 在医院等病人出院的时候 送花的 你那个假扬鬼子朋友 看人总是直勾勾的 怪甚人的 他呀 眼睛从小就有问题 是变得治 洪天晋 我的花呢 我们正提到你呢 你也太孙子了 那花说 我们正好在聊你呢 说我什么 说你 时髦啊 对吧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 是吧 川儿 是啊 有机会 我也想去国外看看 那必须的 我艾伦是谁啊 我艾伦向来是引领潮流 走在时代的前端哪 秦林哥 倒有我的创意啊 这次算是我向你借的 有好点子我再还给你啊 就你 你能有什么好创意 粗憋一个 秦记 大林最近情况怎么样啊 听说他到了省城的机关 挺不错的 也快要结婚了 结婚 热脸提人家冷屁股 店名箱七百多块钱哪 还是拖关系 咱家还剩多少钱啊姐 你可想清楚 大林啊 娶了省里面王主任的女儿王彩霞 现在在省里面的机关上班 我们作为婆家人 必须得送一份大礼 给大林掌脸 姐 你怎么对这陈世美那么好呢 你忘了 她是怎么对人家冯小莲的 不说别的 就在你病的时候 连影都没了 你说她 她不去看你就算了 她连家都懒得回了 她考不上大学 全部都是我的责任 她怨恨我很正常 我很理解 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姐 不是 她连送个请柬 她都不自己来 还是王彩霞送来的 不是 她什么东西啊她 一马归一马 叶大坑 你工作了这么多年 总不能一点积蓄都没有吧 拿来 嗯 我就这么多 一百块钱全部夹的 你工作了这么多年 才这么点积蓄啊 我还不能花得多点吧 算了 这五十块钱你拿回去吧 自己留着用 好嘞 这败家赞 以后少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来往 服从组织安排 小明最近怎么样了 他的补习班有功课 他学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 爸 你怎么了 生意不好啊 小莲你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 叶大林和王彩霞要结婚了 结婚很正常啊 他和彩霞恋爱那么多年 应该恭喜他 你 快好了 一会儿 我 他 impact 他 天 他 他 他 小明儿 大侠 住好了 扶着我 别摔了 小心点 爸 欢迎光临 你们请 谢谢啊 太客气了 李儿 请 轻点 别碰坏了 大康小明 今天是大林的大喜日子 你们都不许搭了这脸 不然回家我给你们好看 高笑 这还差不多 你们小心点 别碰坏了 谢谢 欢迎光临 谢谢啊 我们来了 谢谢 大林哥 姐 你们来了 我们买了一个电名箱 太客气了 我说哥 你怎么一见面就问别人的功课啊 那怎么着 难道我问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啊 说什么呢你 对了 一定要好好学习 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 知道吗 知道了 那行了 进去吧 好 来来来 姐 里面请 里面请 来 一百五十升电冰箱 姐可是求爷爷告奶奶给你买了的 但我谢谢她 姐一直跟你穿一条裤子 对你也最好 我都嫉妒了 你说是你四年付钱在家 偶尔打点小零工 一分钱也没补贴家用 姐有过一句怨言吗 她不还招着给你买复习题 供你高考吗 退一万不说 你没参加高考 是起了责任 可是你现在不也如这样一成了吗 你要是个男人的 等会儿进去 敬姐杯酒 来 干杯 来 干杯 我敬你 来 干杯 大家吃好喝好啊 干杯 来 喝一个 来 来 喝 来 喝一个 姐 来 喝一个 来 喝一个拿起来 来咱喝一下 喝一下 姐 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都是姐对不起你 她说这些干什么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今天的 我们一家人要高高兴兴的 来 对 你们几个 今后还是要听姐的话 知道吗 对呀 来 来 干杯 干杯 哥 祝你俩白头偕老 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谁教你的 虽然呢 我一直看你不顺眼 大康 但你毕竟是我哥嘛 来 开玩笑 来来来 来 大康 你也老大不小了 别让人家安妮等久了 你呀 得给人一个交代 对 一定要给别人一个交代 如果我不给交代 那不成王不蛋了吗 放开 放开 你别放我 放开 放开 你让我接远 放开 放开 大叔 你慢点 放开 放开 你怎么来了 今天叶大林结婚 你说 当长辈的应不应该祝贺一下 这一看您就喝美了吧 我陪您喝下 咱来找个地儿 我陪您喝它一个三天三夜 鬼哭神好 嗨哭齿烂 来 走走走 放开 让开吧你 快走快走 你今天喝得挺重的 慢点你 三宝叔 大林 这是谁呀 别别别 三宝叔 大家好 好 好 唱一段给大家听听 好不好 好好 好 驸马爷 尽且看端香 尝鞋桌 彩霞 这人你认识了吗 大林 你说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 这事你听我解释 爸 这个事都已经过去五年了 过去了 五年了 那怎么现在找上门来了 江庄之鸭之载量 叶你大当啊 是 他是喝多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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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像话了 成何体统 上 你别生气 这事我会处理的 你别生气啊 说 三宝叔 说咱出去说 对对对 走 咱出去说 大家请坐啊 我还没上完呢 三宝叔 你喝多了 三宝叔 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就别再闹了行吗 我那又怎么了 叶大林 你现在牛了 你有新婚了 攀高枝了 有新工作了 三宝叔 说 凭啥我家小人就得 一把屎 一把尿的照顾叮当 你跟陈神买着的 吃香的和辣的 我们家小人就得在家 活活受罪啊 求求你别再说了 叶大林 你就是个王八蛋 你让大 三宝叔 你别再说了行吗 送我求求你 送我求求你行吗 求我干什么 三宝叔 送我吧 送我不好行吗 送我不好行吗 你别再闹了 别打啊 我说了 三宝叔 爸 你别闹了 有完没完啊 丢人现眼的 爸就听你一个人 就听你一个人的 大林 你跟我出来一下 三宝叔 笑笑请 笑笑请 恭喜你 谢谢 礼物我就不带了 因为过两天 我也要结婚了 送来送去的 太麻烦了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对了 你聚集哪天结婚 和谁啊 我的婚礼 你就别来参加了吧 我不想见到你 怎么 怕我抢婚 还是捣乱啊 我怕你什么都不做 我却想跟你走 小林 其实我 祝你幸福 也祝我幸福 祝我们大家都幸福 三宝叔 你消消气啊 大林 你怎么 叶大林 我说过你好 不能跟他说话的 彩霞 我是来恭喜 彩霞 你这是干什么 三宝叔 你不能 你还帮着他说话 我什么时候帮着他 他是来祝福我们的 祝福 先是他爸 然后是他 他们全家都是来闹事的 那你也不能打人哪 打人 叶大林 你还打人是吧 不 说 说 别这样 说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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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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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林 不是来人哪 出人命了 大林 你没事吧 就是他 对 就是他 警察同志 天底下怎么会有 这么狠心的人哪 对自己的亲哥哥 对下属这么狠 警察同志 您是不知道 当时的血流的满地都是 伯母 不是这样的 小明他 刚才也是一时失手 还不快点赔礼道歉 我不 谁让他把小林给打了 我不道歉 必须道歉 说对不起 我就不说 要不然你让他把我头也打破 算扯平了 打得人最好还怎么样 看来得好好教育一下 走 去派出所 没商量 警察同志 你听我解释 这件事情 就不用送去派出所了吧 因为都是家事 都是我们自己一家人 闹别扭而已 请你不要烦 我们这些公务 谁给毒弟弟啊 这事了不起啊 你别添乱了好不好 太不像话了 再这样 一块再走 等一下 伯父 我求求您了 回去 我一定会把小明 好好教训一顿 自家人闹别扭 至于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吗 对付阶级敌人 也要求文斗 不能武斗啊 对对对 伯父说得对 可是小明他还小 他明天还要上学 要是送去派出所 留下了暗地 怕这辈子就麻烦了 春儿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心地也好 可是你这个弟弟 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你父亲死得早 你要是管不了 政府会帮你管的 政府有的是地方管教他 大林 你快说句话呀 这件事情 虽然是小明有一些糊涂 可是他再不懂事 也是你的亲弟弟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 他被送进派出所吗 在你心里 到底有没有把我们 当一家人 进 小伙子 以后别这么冲动了 还好他是你哥哥 同意条件 要是换了别人 你就准备进拘留所吧 警察同志 谢谢你 谢谢你 不用谢 你小子可以啊 你又比我先行一步啊 我还没先砸他呢 大康你说什么呢 小明就是被你带坏的 你们让一个都不让我手心 你回家跪蹭一把去 大林啊 以后你少跟你两个弟弟来往 什么不三不四的小混混 我们家从来没这么野蛮的亲戚 更没有这么没素质的亲家 今天啊脸都被你们家的人给丢尽了 妈 我说的有错了吗 你看今天这事情闹的 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好日子 结果呢 我跟你爸的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了 明天你们俩上班 就等着被人看笑话吧 别说了 都跟我回家去 回家 还疼吗 还好 就是头有点晕 你现在在省城机关上班 以后一言一行要注意了 一不小心啊被人落下画饼 那可是影响前途的 这道理我也懂 我妈那个人画操李不操 你们家呀 真的没有一个人上到的 以后你还是少来往吧 知道了 叶大康这小子最近去哪儿了 该不会是跟咱们恩断义绝了吧 大哥对他那么好 他根本就不知道回报啊 大哥 这大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要搞得他里外不是人 哈喽 嗯 我跟你说实话 黑皮 他对我女朋友下手 还害得我大哥错过了高考 我没法原谅他 但是我现在欠的钱 我欠债还钱天经第一 我 没法耍赖啊 兄弟也帮你想个办法 大雄欠我们大哥一笔赌债 你知道吗 知道啊 大雄那人不好惹 他以为黑皮出老千 死活不认账 谁要跟他要吧 他就跟这拼命 大哥的意思是 谁要要回这笔债 谁就跟大哥四六分 那可是好几千块钱哪 有了这笔钱啊 你的债不都还清了吗 他真这么说 大哥说过的话能不算数吗 你的债还清了 多余的钱 按你想买什么 你不就有钱了吗 等等等等 我这单枪匹马赤手空拳的 都不一定打得过他呀 这可容易 兄弟给你几个弟兄 帮你壮壮胆子 撑撑场面 至少吓唬一下大雄 怎么样 来 等事成了 杀不了你好处 大雄欠债还钱知道吗 快还钱 兄弟们出来 你们怎么都跑了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去替黑皮讨赌债 黑皮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你一直跟着黑皮混 你太让我痛心了 姐你能不能不说了 我不说你就能修好了吗 我告诉你 你就这样混吧 你这样混下去 早晚会混到监狱里去 再就让我混监狱里得了 姐姐说 она贾 我们是天上的雪花 监狱里得丰暗